记者林家东台北报道,75岁卢姓老翁左骑着单车一早从宜兰二节相沿滨海公路骑了100多公里路程来到新北市瑞芳区,晚间90回程时却误上62线快速道路扎道,还好及时被警方带下道路,卢得知自己差点逞货,感谢警方及时相救。 新北市瑞芳警分局瑞兵派出所昨晚90许货报有名其单车老翁骑上台62线快速道路扎道,瑞兵派出所长江永杰将卢翁带回派出所后,查询卢翁并非失踪人口,临机移动拨打104查号台,果真在二节相当地有登记卢翁电话,在多次拨打后终于联系上卢翁家属。 卢的儿子货报连夜从宜兰赶至派出所将卢翁接回。 江永杰说,昨天派出所刚好替10月份及11月份生日的三名同仁庆生刚好遇到连所长在内刚好有三人连续生日,想不到唱完生日歌后马上接到救援卢的任务。 警方将卢带回派出所后邀请卢翁一同享用蛋糕。 江永杰笑称帮同仁性生当天还能救人相信就是最大的福报。